TWICE TWICE,我居然忘了这事,今晚注定是难免夜啊! TWICE今晚的VZOP15台,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 TWICE想看完整版没等到明天了,今晚注定是难免夜啊! TWICE,我对不起你们,我已经在反省了! 共同交流,分享快乐,抵制喜事,和谐头条! 韩国明星宣美,竟因为父亲,有著如此痛苦的回忆。 近日,人称韩国腿精的宣美。 在做可综艺节目上,讲述了有关她父亲的一段回忆。 宣美与两个弟弟跟随父亲生活,但是在宣美四年级的时候。 她父亲患上肺结核,甚至严重到需要带住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 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作为家里的长女,12岁的宣美就成单级家庭的重担。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宣美看到韩国明星宝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成为明星挣钱。 就许娱乐公司面试,希望能完成为明星挣钱扬家。 她成功被公司选中成为练习生。 众所周知,韩国的练习生是很辛苦的,在宣美出道前三个月。 宣美父亲给她发简讯说,爸爸很辛苦,以后弟弟就拜托你了。 因枯燥的练习生生活而备受压力的宣美没在意。 以为父亲只是像平常那样做苦而已,就没有回复。 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通知。 本来为了帮父亲治病而成为明星的宣美。 却在出道前三个月失去父亲,还因差量错的错过父亲的最后一条简讯。 不能不说现实太残酷。 这件事一直让宣美无比痛苦,因为她不是错过父亲的电话。 而是自己没有接电话。 这对于一个孝顺的人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